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文华大师说瓷器的第三讲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 可是赫赫有名的 不要看他体积这么小 这个名称应该叫做 明 永乐 青花 龙文 龙文 因为它里面都是龙文 世中文也是龙文 底部都是龙文 石林喜 所以喜就是笔喜 就是书房的用具 讲句拖大一点的话 就是六百年前 永乐大帝 摆在他书房 暗头上的笔形 用来写毛笔字 调水用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名品 不要看他体积那么小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这个在市场上也经常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一种作品 不过你要会辨识 因为曾经在大拍上出现过 拍出了很好的价钱 所以房品相当的多 但房品 躲不过行家的会也 你要是对这个瓷器 下一点功夫的 我教各位看 你第一个看它的气型 我前两天讲这个煤瓶的时候 第一个气型 它在访这个气型呢 就都会走样 但首先你要掌握住这个气型 它的煤 它所谓的 有十灵 有十朵花在上面 十个转折 一折一折的 所以你要真正访 不是那么的容易 瓷器界就有一句话说 成型工艺很难 叫做一方顶十元 就是圆的东西最好做 在轱辱上 用手 拉胚也好 成型也好 甚至修胎也好 就搞定 我们以前学生的时候 大家都上过工艺课 就知道这个概念 可是你想 你要做个方形的 就不是那么容易 困难度有十倍 所以一方顶十元 那这个十灵的话 你看看 它的难度又在这个 方形器之上 而且也多了十倍 它十个灵 十个灵花 所以应该正确的名称叫做 名 永乐 青花 十灵 龙闻喜 它带花口 所以各位一定要看镜 因为我这个镜头 没办法拉抬镜 我是等于说自己在拍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龙的这个形状 其次我要跟各位讲 就是你要能够辨识 这个永轩的青花 只是第一道可提 永乐也好 宣德也好 它的青花都是那么的完美 都是 人的一生之中 你收藏了一件 真正的永乐或者宣德的青花 你就不需此行 在收藏的道路上 那要是你能够再分辨得很清楚的 这是永乐的 或者这是宣德的 人家专家都说嘛 比如永轩不分家 为什么不分家 因为你专家有时候也很难做定论 不过我跟各位讲 这个十灵喜啊 永乐跟宣德的很好分 这就是永乐的 你照它的底部看看 底部也有一条正面龙 换句话说 十个灵里面 每一个灵里面 它都有一个团龙 所以我们讲的开光也好 开窗也好 它都有一个团龙 那龙手 一个是向下 另外一个就是向上 一个向下 另外一个就是向上 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所谓阴阳相对 然后它中间这条路 你看看 虚法 整个都向上飘 那种路法冲冠的那种霸气 那种 简直就可以说是代表永乐大帝 当时的国力 就在这些小小的器物上 就展现无疑 龙身盘取的那个力度 张弛有力 这个手爪像个车轮一样 像个风火轮一样 它手走的地方 都有飘出来那个虚带 都非常的力道非常的足 而且它在云彩之间 各位知道我们的龙 我们《易经》六十四卦里面 第一卦就讲的是前卦 前卦讲的就是龙 六龙玉天 那六龙玉天里面 前卦里面的最高一个摇位 就是所谓的九五 《飞龙在天》 《利剑大人》 《飞龙在天》 《利剑大人》 它的表征 就在这个 这里就看得出来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飞龙在天图》 而且你看它的云彩 这个十字云 看起来像火纹一样 带着火 龙龙像喷火一样 那种霸气 那种旺盛 那种畅旺之气 那底部的龙也一样 也是一样 你还面对着一个十字 一个十字形的云纹 就像一个火纹似的 它的虚法路法冲冠 《飞龙在天》 这十个小坛龙 你仔细看 你仔细看 每一个那个运伞的都恰到好处 清化运伞恰到好处 那简直那个笔墨 那种水墨的这种功力 看起来很舒服 但是看起来很舒服 而且它十个林的地方 它这边画都有画双圈 内外都有双圈 它的双圈有 你看 这很难画的 你看它画的功力 上下的双圈 内部也是上下双圈 外部也是上下双圈 而且你看它的轻重 那个比例 而且这个 苏玛丽金的那种运伞 都是到位 所以这样讲起来 你要辨识一件真品 不难 从气形到它的清化的发射 到它的化工 到它的整体的这种行运 我们看一个东西 来说 当然是从气形先开始看起 但不过真的下双圈 要以总体 论断 这个我们看人像学 我以前在教人像学教了很多年 有一句话 像法多端 理居总断 同样用在瓷器 看瓷器 也是像法之一 要一项字 木字边 十人之木栗 你就是要多看 整个的角度 刚开始是看气形 你在下定论的时候 你要综合研判 这么一件好东西 要是宣德的 差异在哪里呢 差异就是底部 它没有这条路 底部没有画 底部没有画 底部是什么 双圈款 清花的双圈款 双圈六字款 大明宣德连字 就这么简单 就分出来了 宣德的 跟勇德的 你说哪一个等级高 等级都高 你硬要去分化 那当然勇德高半级了 因为我们开玩笑讲嘛 洋人 老美都打破湾战争的时候 都用我们孙子病法 人手一侧翻译的孙子病法 我们中国人就开玩笑了 哎呀孙子那算什么 我们中国人还有老子呢 对不对 意思就是老子 要是 对的确啊 《老子道德经》 它是一本修心仰性的书 它是一个宇宙论 修身修心的书 但是从谋略的角度来说 它也是阴阳之道啊 它也是最大的一本谋略 所以这样讲也没有错 虽然是玩笑话也没有错 所以这个永乐的这样的一个瓷器 《庆花十临隆文玺》 各位看清楚了 这是书房用的品级最高的 而且是永乐皇帝 自己本人用的 他本人的用气 他不见了每一个都用到 但他基本上是他的书房的橙色器之一 重要的橙色器之一 我想这个 以后我们陆续的还会再跟各位 都谈一些所谓的永乐跟选择的《庆花》 我们研究《庆花》的人 一定要把这两个最重要的题目 最重要的课题给掌握住 然后我们就 嘴巴虽然不说自己怎么样 但心里对自己总要有个定位 我是研究永轩《庆花》词的 那种感觉上就是高人一等 但是高人一等是高人一等 但是我们态度上谦虚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去国务馆参观也好 去大的国际上的大的拍卖场 它的预展的时候 我也建议各位 你能够近距离的看 尽量近距离的看 多几个角度的去观察 这样很浮面的 走马观察 那没有用的 从它的气形 从它的发射 从它的化工 叮叮叮叮 你要近看 那你要是看国际大拍的预展 你甚至可以上手啊 真的好多是你上手 有那种感觉的 因为它的整个 最后它还要再精细打磨一遍 打磨再加上六百年的时间 这个自然的风化 自然的包疆 所以你一上手的感觉 马上 只要是有心人 真的有心人 你一上手 你心里大概就 就已经可以掌握到六成了 其他的四成 你再去做细部的观察 所以宏观上来讲 一看一摸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 我们看相 我们教人相学看相 也就是望闻问切啊 这样 只要照到这个我们的步数来 很快的 你就会对这个 东西就能够上手 但是我们 学任何的东西 都很态度要谦虚的 越是谦虚 虚怀若骨 你才能够多学到真正的功夫 包括我们现在也是在学习啊 我们有时候看到市场上 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们会多留一点神 多留个神啊 多半的奇奇怪怪的东西 在我们这个研究 就是接触几十年磁器啊 或者玉器 或者是文碗 我们都搞了几十年的 多半来说都看过 少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多半也是不扎实的 偶尔会有让自己很 也是能够惊鸿一扁 能够很惊艳的东西 我们随时抱持着 一种学习的心态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